那么最后还有编程实践 那么我们有三个部分的编程实践 分别有计算机主义原理的实践 那么在这个实践里面我们实现了刷线链表 FIFO缓存质量算法 LU缓存质量算法 还有LFU缓存质量算法 那么关于质量算法以及刷线链表 也是平时面试或者是鄙视经常容易碰见的内容 所以这部分的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在这个操作系统的实践里面 我们实现了一个线程词 一个一步任务的执行框架 那么这个实践主要是为了回顾和学习 这个线程同步以及一步的这个概念的 那么在这实践里面 我们实现了一个线程安全的对列 然后是一个任务处理线程词 还有这个基本的任务对象 那么通过这几个实践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线程词 以及一个可以执行一步任务的一个框架 接着在这个计算机网络实践里面 我们实现了一个网络实践工具 那么在这个工具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IP报文的解析 TCP报文的解析 以及UDP报文的解析 并且这个网络实践是基于 这个操作系统实践去开发的 那么最后呢 本门课程还推出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微课 微课程从0到1实现HTP服务器开发 那么这个课程是在免费课程的栏目里面的 现在也在打折 一块钱就可以学习这门课程了 那么这门课程也是关于网络的一个实践 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将会通过实现一个HTP服务器 来了解TCP协议 还有HTP协议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关于本门课程的一个编程实践的内容 非常丰富 有组成原理的实践 操作系统的实践 计算机网络的实践 以及一个微课程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本门课程的一个思维导图 那么这个思维导图呢 后面也会提供给大家 那么同学们呢 可以根据这个思维导图呢 去回顾本门课程的主要内容 好 好 好 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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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